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新宗日报的头版有蒙古女郎诈尸案的消息 18年前谋杀阿坦杜雅的前特警也就是阿兹拉逃过易死 在死者的父亲沙里布为凶徒求情 要求法院减刑之后 联邦法院昨天就裁定阿兹拉逃过死劫 改为判监40年外加鞭吃12下 美智新闻方面涉嫌剥削儿童 并传播邪教的全球伊赫万集团组织高层一共16人 在国安法下再度落网 那在这一期丑闻当中目前累计415人被捕 执法单位没收和冻结了这个集团将近2000万令吉资产 并揭发他们的业务几乎遍布全球 海外国家资产预计达到5000万令吉 南洋商报方面副首相阿末扎西表示 为了帮助国人原雍巫梦 那政府将探讨延长房贷期限 他说银行将会和财政部以及房地部 讨论建议中的国家房屋政策 包括探讨长期房屋贷款 确保经济条件比较差的个人又或者是家庭 也可以通过长期房贷获取融资来购买房子 随着人工智能数码化和绿色科技 逐渐塑造未来的工作模式 接下来的五年之内预计有十个领域的六十万人 可能面临被人工智能AI取代的风险 南洋商报的这则新闻就写到 人资部长沈志强指出 这十个领域包括资讯通讯科技 全球商业服务、制药、食品制造与服务、 电器与电子、宇航、医疗仪器、批发与零售 以及能源和电力 尽管如此 预计大多数人都会被吸纳到新兴岗位当中 因为未来三到五年之内 这十个领域将会出现六十种新的职工、职业 那比如说人工智能工程师、数据工程师等等 部门下个月发布的报告当中会有更多的详情 但是部长就认为 这份报告应该被视为面对未来发展挑战的基础 就不需要消极地去看待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国报方面的这个新闻 接下来这一则是关于诈骗的 那国内一名女大学生就相信付200令吉可以赚7000令吉 被耍得团团赚之后 最后是被骗走了4000令吉 那这名女大学生来自森美兰 她通过手机应用程式加入所谓的快速致富计划 最终就是不断的投资 那她发现上当之后目前已经报警 中国报的这篇报道第一句话就写着 贪字得个贫 那警方就指出 这名大学生汇款200令吉之后 骗子就说需要等三个小时完成手续 还说所谓的7000令吉回酬其实已经到手了 但是这笔钱不会立刻汇入市主的账户 必须先缴付1700多令吉的税务 那市主汇款之后 骗子就使出了更多的诈骗伎俩 又说必须得继续缴付这个缴付那个 那大学生最终是汇了4000多令吉 然后就发现这一切都是幌子 警方目前援引欺诈条文彻查这起案件 那大家真的要小心骗子了 好 看过这一则诈骗新闻之后 我们来关心一下今天全国各地的天气预报 早上方面除了吉兰丹 登加楼 彭亨以及吉隆坡 那国内其他州属和地区 包括槟城 玻璃市 雪兰儿 布城 森内兰 马六甲 柔佛以及几大部分地区都会下雷暴雨 霹雳以及东马的沙巴和沙拉越 大部分地区也会下雨 气象局预测到了下午时段 雷雨预报的范围会进一步扩大 几乎整个西马以及沙巴和沙拉越 部分地区都会下雨 那到了晚上 北马的玻璃市和吉兰 还有槟城 彭亨 吉兰丹 登加楼 和霹雳部分地区都会有雷暴雨 沙巴和沙拉越大部分地区的雨势 基本上在这一整天是从早上 持续到晚上 今天的气温介于摄氏25到33度 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有财经消息